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中国大片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中国人的好榜样,好同志 雷锋 有关雷锋的各种伪造的故事呢 相信大家都看过不少 比如雷锋剪大便,雷锋灭火 雷锋扶老奶奶过马路 好多哦 但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雷锋的故事 有多么的荒唐多么的无知 而是要讲一讲雷锋住的地方 从雷锋捡大便的故事 我们得知雷锋的周围基本上全是大便 一坨接着一坨,一堆接着一堆 雷锋分明是生活在粪坑里嘛 非如此不足以捡到那么多的大便 一天三百斤 哦我的天啊 但是我们要相信政府相信党 伟光正的雷锋同志 怎么能住在粪坑里呢 三百斤的大便怎么能说是伪造呢 可是怎么解释雷锋能够捡到那么多大便呢 那真相就是雷锋其实他是会超能力的 他的能力和我们漫威宇宙里面的奇异博士 Dr. Strange是差不多的 他可以把自己传送到别的平行宇宙 我们假设好雷锋今天的指标是减一万坨大便 那么这个指标在单一的宇宙里显然是无法完成的 但雷锋是什么人啊 你想想看 这种小问题能够难倒人民偶像吗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来计算一下 假设雷锋在一个时空里减到一千坨大便 那么他只需要穿越十个时空 就能够完成党给他安排的当日指标 仅仅十个平行宇宙而已啊 这对于玄幻与科幻并存的雷锋而言 简直是小菜一碟也好 但是我们不能用这种简单的状况来估计雷锋 敬爱的阿姨教导我们 要估计最糟糕的状况 所以在这里我们假设雷锋所住的地方 干干净净一坨大便都没有 那他怎么完成今天的指标呢 如果不达标身为人民偶像的雷锋 对得起人民群众吗 对得起党吗 对得起广大脑残的中国人 脑子里那一大坨的大便吗 所以雷锋必须转型 偶像派是没有前途的 雷锋必须转型为实力派 身为实力派的雷锋 什么问题都靠自己解决 那简直是比罗马人还罗马 比红脖子还红脖 关于今天这个一万坨大便的指标 虽然能够难倒曾经的偶像派雷锋 但是完全难不倒如今的实力派雷锋 首先雷锋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 拉一坨大便出来 可不要小看这一坨 这是从一万到九千九百九十九的飞跃 是历史性的飞跃 但是 挡的指标是一万坨啊 剩下的九千九百九十九坨怎么办呢 如果雷锋继续强迫自己拉 哇 那他就算把钢门拉爆 他也拉不出九千九百九十九坨大便 哎呀呀呀 你想 前面不是讲过了吗 雷锋会传送啊 剩下的九千九百九十九坨 他只要去到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平行宇宙 借用一下雷锋二号 雷锋三号 雷锋四号 雷锋五号 雷锋九千九百九十九号 雷锋一万号 这个指标不就完成了吗 那有人会问好 那你这个雷锋一号是完成指标了 那剩下的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平行宇宙的雷锋 他们的指标怎么办呢 这个很简单啊 你只要把这一万坨大便好 原封不动的搬到第二个平行宇宙 再搬到第三个平行宇宙 这不就行了吗 以此类推 所有的平行宇宙都能够完成指标 你懂我的意思吗 讲到这里 有人要问 那这个故事和我们和我们的标题 雷锋的神秘住所有什么关系 关系重大 理解我上面所讲的后 就应该很容易想到 我们这个雷锋 很可能是来自于其他平行宇宙的雷锋 因为雷锋一号能做的事情 凭什么雷锋 雷锋三千七百八十五号 或者说是雷锋 三百五十三号 就不能做呢 对不对 想想看 是不是很恐怖啊 雷锋三十八岁 然后我们的项目 现在再使用四十四号 项目一达 雷锋中红